《電影狂烈》主持 陳子芬 福音嘉賓 樹大招風導演之一 王偉傑 如果大家有收聽《電影狂烈》 都知道其實是小弟的影評節目 亦是一個聲音專欄 今天很榮幸請到《新鮮吹爐》的金像導演 樹大招風導演之一 王偉傑 在我們當中接受訪問 王偉傑在電話旁邊 越洋在香港接受訪問 想問你贏了這個金像導演 感覺如何 感覺是很不真實的 因為我自己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自己有機會拿金像獎的最佳導演 因為反過來其他獎項 比如編劇 剪接都有點信心 甚至去到最佳電影 因為之前的電影平民學會 還有這個導演會都拿過 都變成了打了一支強心針 都會想一下 究竟有沒有機會在金像獎上再下一城呢 但是最佳導演這個獎項真的來得太突然了 我們聽到的時候是有點不敢相信 你問我 那一下是甚麼感覺 我直接引用小春的一句對話 不也是吧 粗口來 是很震撼 那時阿成正在台上說的是我們三個 我和另外兩位導演互摸一下 真不真啊 然後說我們的名字真的要上台 我覺得腳步伏伏了一點點 哇 根本是想不到的 因為這個獎項其實太大了 對我們來說這麼新的導演 而且對手有我們的師公 杜其鋒 還有大師周星馳 還有一個很有才能的導演 曾國祥 我覺得其實我們有提名 我們其實自己心裏都知道我們贏了 已經得到提名的人的認同 但是能夠真的拿到那一刻 坦白說很不現實 所以上去的速度其實我不是很有準備的 心情到今天為止 你問我那件事是怎樣 我都覺得好像發得長項一樣 其實我覺得是李謙而已 因為事前我們自己都有一些 我們都有一些預測 其實我們是貼你樹大昭峰是大意 我們覺得這個徒弟會打刑師傅 真的不敢想 因為不是說謙不謙虛 因為在藝術成就上跟幾位真的差很遠 我相信這次評審真的很疼我們 我想鼓勵我們這一套戲 其實怎樣覺得 剪接也是你們贏 編劇 導演 甚至當然就是林家棟也贏 其實怎樣評價這幾個獎項 或者跳出來這樣說 其實你作為導演之一 怎樣評價樹大昭峰這套戲呢 其實樹大昭峰在開始的時候 是一件很小的事 我們的目標只是拍好他上畫 不要丟我們師傅和師傅的架 其實就已經是超額了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他的預算不算很大 他的技能其實很多不是動作場面 很多是文氣來的其實 還有他的製作本身是很小的 而且譬如說很坦白說 他的幾位男主角 都不是說天王巨星來的 就是他們沒有去到說 有影帝級那些 所以反過來我們是有這麼小的開始 現在反過來 經過這麼多觀眾去討論 很多影片人去寫 然後很多坊間的評論 都得到這麼多認同 其實我們坦白說是很意外的 走到今天其實真的是超額的 不要說是李謙的 其實真的不是 很多東西是我們估計不到的 反過來會不會是時代 或者在這個政治或者社會的氣候底下 大家會對這個戲有個迴響呢 是真的可能是有一點點命運 我自己覺得 另外譬如說 最佳剪接或者最佳男主角 很坦白說 我們都有信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戲 去到這個時候 我們用了這麼多時間去剪 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去剪 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去給了意見 或者我們怎樣把三個故事線 剪成為一條故事線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真是一個很magic的 譬如說我們剪接指導 這個Herson 和我們監製 甚至我們三位導演 其實都用了很長時間去討論 大家都可能知道這個戲 其實本身是三條故事線來的 然後就發展到去到 將它剪在一起了 或者炒在一起了 我們叫做 的時候真的有一點點驚喜 就是出來三個故事可以這樣剪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戲是很值得的 拿一個最佳剪接 因為最佳剪接不是很技術上 要怎樣摺取一些鏡頭 其實都是關乎一個storytelling的 你剛才說到 剪接就請來David Richardson 其實我很奇怪 你們其實這部戲 在構思的時候 有沒有想定一些剪接位 因為我知道 你們三個人 一個獨立故事 自己創作 不是不理會對方 那怎樣在剪接方面 可以 因為有幾個位 我記得好像是 林家洞幾 在頭主站的照片 接著就串連兩個故事 intercut 真的像你所說 好像magic 其實你們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度過這些位置 很坦白說 拍攝的時候 根本不是這樣的 我的意思是 因為本身 家洞馬會那場戲 原本是很連續的 是很連續性的 整場戲是很完整的 相反 其實小春那邊 那場戲的位置 原本不是那裡 而小齊也是一樣的 如果那場intercut 其實小齊就在船上下來了 然後 其實幾個情況就是 很多東西都調了位置 所以 你說很magic 其實是在剪接放得出來的 其實 Dale Richardson和梁子倫 他們兩個都很厲害 就是他們究竟 哪個位置要去 那個timing 其實這裡 是一個很先天的 所謂的 因為我們三個 是分開量的 而三個 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拍出來 是一個很完整的 三十幾分鐘的短片來的 但是他有一個天然的 本質上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時間性是不同的 如果你細想一下 那條線 其實只是幾天之間的事 你不要算他在廣州走家下來 其實他去到黑哥的天堂屋那裡住 和見黃女紅旗 最後要殺了他們 其實是幾天之間的事 但是在另一瓦鞋 小齊那邊 其實他可能是半年幾個月的事 因為他還要去疏通的官員 或者是要見很多不同的人 又被人扣貨 然後又要決定下來 那是不同時間的 不同時空的 所以去到小春那邊 其實要維持更加久 因為他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找這兩個人 所以你想回頭 其實有什麼可能 大家不同時空會剪在一起呢 其實是剪接幫助的 其實是令到他fix了一個boss 很有趣的 就是有些shot 不是原本在那個位置 又要堅強放在那裡 所以令到氣氛出現了 其實是靠剪接的功力 舉多幾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 小春被人騙那場戲 去找他兩個 在邏輯上 一定是要這件事發生了 然後另外那兩條線 才可以聽到卓老闆找他 所以在這個考慮上 其實用了一整年時間 去陷這件事 其實邏輯上 或者在節奏上 或者在情理上 怎麼會剪得通呢 所以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試一下 其實有很多cut 出現過是不效的 例如 氣太散了 或者是剪太碎了 又或者是 時序不對 或者是情緒不接 所以你說 究竟那個氣 為什麼出來會這麼好呢 其實很多位 是不是預早度定 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是完全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只是想 每一個獨立線 怎麼接落我自己的下一場 我從來都不會想到 怎麼接落別人的下一場 唯一有想過的 就是通電話的一場 因為那場呢 在很早期 我們都會知道 這一場有機會 是intercept 或者是要cut 對家的對白 又或者是他獨立成章的時候 他就算我不cut 對家的樣貌 電話他們的對白 都會是現在的狀況 所以那個呢 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劇本出現 就是除了通電話那場戲之外 其實另外三條線 是完全沒有想過 怎麼接在一起的 所以就真是靠後期 去不斷摸索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坦白說 我們作為作者 導演 或者是編劇 其實都覺得美誠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 那David Jason 埋班之後 更加顧慮了一些所謂的 觀眾的心理 或者一些商業的元素 其實舉一個例子 因為呢 其實是比重問題 小春那一刻 其實上了大陸之後 其實他有很多事發生的 他有去找昆西 他有搞炸藥 然後落網 其實那個過程很長的 小齊其實下來很簡單 他打過電話 然後跟兄弟吵架 然後就中槍 然後死 就受傷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家動那邊 家動那邊呢 其實打完電話 他認了自己是貴政紅之後 其實就沒有事發生過 直到第二天就是天台上來 但是在合展的時候 他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三個失行 就是三個不平均地出現 所以在剪接上呢 其實David Jason是很厲害的 他用了一些我們叫環保鏡 為什麼環保鏡呢 可能他用了一些叫 他用了一些適合的剪接 或者一些NG 又或者是一些 不同角度的cover 令到那件事的張力大一點 其實當時 家動第一級的時候呢 他拿著把刀去開 黑歌道門的時候呢 其實只是出現了一次 但是呢 在剪接房呢 就令他重複多一次 望多一次 然後在外面徘徊 令到剪接上呢 那個張力提升之餘呢 也都加重了家動的氣氛 所以這些真的 在剪接房裡走出來的 嗯哼 是啊 就是你一個新導演 和一個資深的劇本 因為其實 你那個作為導演 你這個劇本的input有多大呢 嗯 坦白說 真的是一起走的 因為 反過來 我在故小迷惘的時候呢 天書幫了很多 因為天書 並不是我第一個片劇 在這部電影上面 其實他不是 因為悲溫就在那裡 他差不多是 那個project開始了一年多 他才找到這個片劇 因為我都換過人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天書他真的input很大 因為反過來這個故事 曾經是迷惘過的 就是小春這條線 嗯 究竟應該怎樣寫下去呢 人物應該是怎樣的呢 即就算囂張狂妄 都有一百個寫法 或者是那個實際 我的原言人物 有多少可以用回 或者那些元素又怎樣 其實那個 那個編劇的input 就並非是 編劇寫完我都會拍 其實並不是的 很多都是一起聊出來的 例如 我們量了很久 究竟那宗案究竟搞什麼 我們量不了的時候 就想到 搞什麼都那麼厲害 《四日天皇同台》演出 有什麼厲害呢 所以很多 反過來 我們的劇本的input 真是很坦白說 真是一半一半的 嗯 有時候是我下手寫 有時候是他下手寫 因為你也懂得說 其實他不只是我一部電影 即他其實背著 我記得他 最高峰是背著 五至八個project 所以反過來 有些時候 他真的被人追殺了 或者是追斬的時候 我是需要自己寫的 嗯 反過來 其實天書都很好 他很多時間陪我去行 就是去寫 因為很多時候都讀不通 我們很多時候會 就是 談很多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 找很多不同的reference去看 有時候會上來我家 有時候會下我回所 有時候我們在茶餐廳談綁架 所以其實就是很 很判斷的 他談了差不多兩三年的時間 而且我們談完之後 還要回去寫 寫完之後又要見了海哥 海哥其實也是 去評論我們的劇本 究竟怎樣行 所以那件事上 整件事會不斷地 所以現在出來的模樣 跟我們第一天寫的時候 是怎樣 是完全兩回事 而且有很多朋友問我 劇本寫了多少稿 真是數不到 我們去到 其實後來我們用日子來解決 就是這一個是 邊年邊月邊日的稿 所以就是這樣過了三年半 我們看到 今次你找了 你這個故事叫做卓子強 即是張子強 我們所識的賊王 你找了陳小春做這個卓子強 是不是你的主意 找陳小春 還有什麼原因 你會找陳小春做卓子強 其實找小春是我的主意 因為反過來 當時要找一個 就是有少少少妨夸 有少少戲 因為你也知道我的部分 是有少少當黑色幽默的處理 嗯 就是我要首先找一個 是演到喜劇 或者是一種幽默感的人 也都要有他的份量 就是反過來 他的份量 所謂是 對於 荒謬情況 的演繹是怎樣 有時候有些人說 會對小春有意見 就是說 喂 這麼會浮誇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就是那個角色需要的東西 就是我會跟觀眾說 究竟他是演得浮誇 還是他真的浮誇呢 其實以我的理解 小春的人 也有時候是比較誇張些 浮誇些 或者說話是比較天真些 其實這個是那個 所謂的 就是比如說你看他的角色 以往做的 有些沉重的 大部分都是有少少衝動 或者什麼 這次其實我找他回來做 主要要調教的就是 那個聰明才智的部分 因為反過來 其實我跟小春有個共識的 就是以往他演繹 古惑仔的《山雞》 那個形象很深入問深 真的是堪稱經典來的 但是這次我們 我們要將他再提升 我們不要《山雞》 因為《山雞》要衝動的打手 我跟小春的共識就是 我們要一個有聰明 有才智 有智慧 是會食住一個首富 一個有信心的賊王 所以我跟他主要的目標 就是跟他去調教 怎樣出到一個不可一世 怎樣狂妄囂張 怎樣目中無人 但是同時間又會是 有很有自信的賊王 還有換味是很重的 就是反過來 他笑起來 就是要換世畢宮的 要覺得是 是玩有playful的 一個playboy的形式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找了很多參考人物 例如《內心世界》 我們找了《Hurt Locker》 就是那個男主角的賊版 怎樣會做到那種 自信心 或者那種 忠應冒險的感覺 我們也看了《史迪不密均》 裏面的一些戲 這個賊王有信心 是怎樣演繹的呢 所以我同時間 給了小春去看 告訴他 我們的參考人物 或者演繹方法 是怎樣的呢 所以小春 都真是很有心去做 他這次和我的目標非常一致 就是要令到自己有不同的演繹 其實有很多觀眾都明白到的 當然有很多觀眾 坦白說對他都還有意見 但是我和他的共識 就是我們要做到和以前不同的 我相信在這方面 我和他都坦白說 都算是成功的 做了出來看 但是會不會有一點失落 另外兩個故事的男演員 都有這個主角提名 但是唯獨是陳小春 就失落了這個提名呢 坦白說我失落 我自己本人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有很多不同 我也欣賞另外兩位演員 但是反過來 要演得很沉 或者跟他自己平時不同 和我這個位置有幽默 其實是有喜好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覺得不要說 他做得好些 我做得差些 我覺得不是這樣看的 是三種不同的風格 而且這個戲 在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感覺到 我這一部分要是一個調和的性質 和一個中間型的性質 因為反過來 你會感到另外兩邊 都會有這個沉重的位置 但是反過來 如果三個都這樣 我覺得這個戲 有一點點不平衡 我反而是故意 要令到他有一點點放鬆的位 讓觀眾去笑一笑 反過來這個也是一個 inspiration for那個演員人物 但是呢 我可以和你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們和杜其鋒監製去吃飯 即是這個戲 《賽後檢討》 聊聊天的時候 很坦白地跟你說 杜其鋒監製是非常欣賞小春的演出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覺得 他是做到一個連貫性 他是做到一個 整部戲都是很 consistent的浮誇 是真的那個人物 他是沒有離開過 也沒有跳走 也沒有接的 在情緒上 所以杜其鋒監製親口這麼說 我自己坦白說 我自己就放心了 因為我一開始都很怕自己拿捏不到 究竟怎樣連接情緒 因為每一個場戲 他的情緒都是很hyper 小春跟我說很累 每一場戲都要保持那個energy 只要稍微拍到十多個之後 有些drop了 我都會提醒他 不行啊 不夠high啊 所以小春其實都很累 但也要給我那個力 所以杜生其實是看到我們這個用心 所以只要他說一句 其實小春演得好 我和小春都已經覺得 真的拿回認同所為 我自己覺得其實 陳小春這個卓子強 我覺得是跟以往 其實做張子強這個人物 你說呂良偉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不是任太華也做過 任太華 呂良偉 這個其實是 無論故事和這個人物的設定 我覺得是有所突破 其實我看回 在你這部戲裡面 其實你說尹陽明 吳志雄這些 是不是又是你找回來的 是啊 沒錯 其實我們整部戲 不是只有我拍 三個的cast 都是我們很想用的 反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 心目中是他 但是我很想是他 但是有時候不值不到 或者我們會去跟他聊天 我們這個真的不值不到 但其實他們聽完劇本 或者角色 其實他們都很支持 例如說志雄哥 他的江湖地位 我們請他 做個脫衣服的角色 我都花了一些瞬間 反轉 志雄哥他對這個角色 他都有他的理解 所以我都不斷嘗試說服他 反轉我都跟他說 我們這次做個騙徒 其實他最初是抗拒的 反轉我江湖大佬 但是我們其實 因為志雄哥 我們因應的角色 其實是有一點adjustment 我們是講導義的 是講兄弟的 他就覺得可以做的 反轉有些在談的過程裡面 可能他不喜歡的 或者他有意見的 去到院的時候 其實他是非常合作 他是非常疼愛我們新導演 很尊重我們 是真的演給我的 所以其實那個我很驚喜 意外很驚喜的 是的 其實看回你這個段落 就是陳小春 尹陽明道 就是剛才說的 吳志雄 其實如果大家深水清 就是古惑仔 都是一個三個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是的 沒錯 山雞 韓濱 和大鑽 B 還有我現在看到 有一些場面 例如說 踢過綁匪的兒子 在山崖落海 這個很有濃厚的 黑社會的阿杜sir的影子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致敬 是一個致敬 黑社會 古惑仔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電影 其實是不是這些電影影響著你 或者有沒有其他電影影響著你這個風格呢 其實今次這個戲 有些位置是度到差不多 有少少銀行影像的感覺 但反過來 有些是無獨有偶自己出來的 反過來 因為始終我們的大腦之一 都是由於監製 反過來我們在度的過程裡面 有些荒謬感 有些很誇張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少少影響 反過來 老實說我們都是銀行影像的粉絲 我們以前看他的戲 也覺得當時很突破 所以也有少少影響 而且我本人是非常喜歡黑社會 兩套黑社會 非常非常重要 我覺得他們寫人物寫得很快 舉一個例子 比如當年張家輝和食匙羹那場戲 那你說 這麼快可以寫到的人物 寫得這麼深入 其實是我們要訪校和學的對象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了卡拉OK 其實很極端的 但是我們要很快 令到觀眾覺得 要得到角色的性格是怎樣 所以我們調整方向就要快 還有第一場就出現 所以很多時候都影響了我幾多 但是你說有沒有刻意模仿 有一兩個位置其實真的是致敬的 反過來我那段戲 或者黑色幽默那段 其實很多都是來自公安兄弟 那種荒謬或者瘋狂的感覺 因為在拍攝時尋封的時候 我都看了很多角色兄弟的戲 而杜山也是十分喜歡角色兄弟 那反過來你說哪個位置會似 我相信有機會是奪命甘 就是奪命甘裡面 不是有一些很荒謬 或者是有一些很特別的 黑色幽默的位置 其實我們當時拍攝的時候 都有一點點借鏡的 就是這樣 這部戲呢 最後就播了《中鎮圖》的那首《讓一切除風》 是的 那哪個的意思 還有為什麼會構思這首歌 在片尾上呢 哦 這裏有個小故事 因為反過來 當時都跟杜奇峰監製 真的有個爭拗 那爭拗點是什麼呢 本身我們這部戲 是沿用一般的電影配樂的 所謂是找一個作曲的 回來作一些原創的電影音樂 但是當時杜奇峰監製 拿著合展版的時候 他就覺得不行 這個戲是應該用流行曲來包裝的 就是他覺得應該這部戲的味道 或者是一個進鎚 應該是流行曲 因爲可能我那部份有很多張學友 或者是有講的四大天王 或者是怎樣的出現了 那所以杜奇峰監製當時就堅持 我們是要用流行曲 但是開初的時候我們是反對的 因爲我覺得這部戲是一個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戲劇 如果用一些歌來包裝 我們一方面覺得會很難去處理 那再經過去就是錢的問題 版權業都相當貴 因爲我們如果說用那些歌來做 那但是反過來要怎樣做到風格呢 究竟找一些什麼歌來做呢 其實我們當時都鋪了個list出來 因爲反過來我們這個年代片 亦都有它所謂的那一層徐 我們都找了很多不同的歌 那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放了個list出來 開始亦都試擺下去 那發覺風格上其實 有少少古怪 也有少少不對的 那去到最後爲什麽 爲什麽會鎖死一首歌呢 來用完整個想法呢 就是我們三位導演和監製商量出來的 因爲我們當時就選了讓一切除風 爲什麽呢 因爲第一 我們覺得很有江湖味的這首歌 而且杜先生的所謂的意見就是 它需要一個尖東味的所謂 究竟尖東味是什麽呢 就是可能就是那個年代 或者九十年代 夜總會那些 會有人唱那些歌女會唱的歌 那究竟是什麽歌 我們都問了以前的人 夜總會是聽什麽歌的 那他們都有講過《讓一切除風》 這首歌呢 都在我們的list上 那你知道我們這部戲呢 其實是關於一個風聲 那反過來看這首《讓一切除風》 你細味的歌詞呢 因爲那個年代很多都是情歌 那情歌放在我們這部戲就不太適合 因爲會變了有少少嘻嘻的味道 那所以《讓一切除風》裏面 裏面的歌詞 其實是你可以聯想到那個世界 那個江湖 或者那個賊的世界 那當時我們就很想很想用這首歌 那我們交給杜先生 其實杜先生是有少少不知可否的 就是他覺得是否真的這樣好啊 是不是會有第二首歌 那這個小插曲就是 其實當時是談不定的版權 就是《讓一切除風》 因爲它是一首日本歌 就是它當時是一個作詞的日本人 那是中輪版中聖圖那個就是簽書去填詞的 那我們要過完這三關 我們找了唱片公司跟我們去談 那但是就有一位停住了很久 就是其實作詞那個話 我們是找不到的 就是他不肯簽紙 還是他沒有回應呢 那一直拖了個幾月 那當時林要出街 因為柏林影展要決定了 那時候杜先生就提議用這個《風的季節》 就是《徐小鳳》的 那他當時就說 不是吧 就是要改嗎 我們就很捨不得 因為其實已經作了一些Dummy 那後來很有幸 到最後那幾天就拆好了 那所以我們就用《讓一切除風》 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 一個composer來的 他就幫我作了這個《讓一切除風》 就不用整天都要音樂的 那所以反過來 我們其實很多referent track 放進去都抽走了 例如Frank導演的時候 他是放了Departed下去的 其實是很配合的 那個《風的季節》 和我拍了一些西部片 那種芝加哥的感覺 那完全抽走了 所以我們這個戲的判斷是極少 我們現在玩一個統一的口徑 就是逢有三冊的交叉 才會出現《讓一切除風》這首歌 變成一個motiv 那所以有不同版本的《讓一切除風》 有些可能是鋼琴的獨奏 去到飛車那部分 有些荒謬感 就是一個很有幻味的 有些那些喇叭的《讓一切除風》 去到後來去到很沉重 有些一般電影配合的《讓一切除風》 去到後來片尾曲 就真的找了高士華來唱《讓一切除風》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摸索的過程 所以出來後 是不是真的有些少少剁磨 都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現在時光倒流 回想起五六年前 即是先浪潮之後 先浪潮之後 被杜Sir 陰點拍這個《樹大招風》 那個感覺 當時是怎樣 是不是有很受寵若驚的呢 其實當時有過程 就是杜Sir找我和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一個挺有趣的故事 因為當時睡覺 有電話到 電話到就說是杜齊峰的秘書 他就沒有說什麼 他說杜齊峰監製想見一見我 叫我明天上來 好好好就上去了 上去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剛剛才浪潮拿了獎 是那個時間 我想杜齊峰監製會不會想給我一份工作呢 會不會想找我做長記呢 會不會想買我那個indy的劇本 然後自己拍 很多這些胡思亂想 因為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坦定了一晚 那第二天 那我立即做一些準備功夫 因為杜齊峰監製會找我 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我當然是做一些努力 或者我畫一個故事 或者是自己的作品 或者是一些 胡思亦可以展示給別人看 我拍到東西的東西 因為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上去見他 那當時見他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說想拍一套戲 那是導演崗位來的 那就想我一年來拍好 問我其實在做什麼 平時的時間是怎樣 可以不可以的 然後其實是嚇哀了 很坦白說 面對我偶像 坐在我面前說這番說話 他over我一個導演崗位 那我聽到 就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反過來 我長期都沒做過 在工業裏面 副導演我都沒做過 直接over我一個導演崗位 我覺得 啊 那麼冒險 我何得何能這樣做呢 那當時他沒有說什麼故事的 那他就說在選導演 他就說 我見很多人 那其實同場 我都見到很多其他 那他就在這班人裏面選 那我就盡量去搜自己 就是我究竟做了些什麼 其實坦白說的就不用搜了 因為杜先生看我的作品 就知道我是什麼人 或者做到什麼 或者做不到什麼 那所以只不過他想認識一下我 知道我時間行不行 那我不知道啦 那接著回轉 那時候我參加了柏林的Talent Campus 那我其實過來就要飛了 那我就問杜先生 我跟他說 我其實過來就要飛整個月了 那我有個training 要上去在柏林那邊 那他就說 好啦 那回來再叫你 你等消息回去 那那個月我就痛苦了 因為反過來 哎呀 你知道了 建了工很想要那份工 那究竟還不重呢 會不會落選呢 或者有沒有機會呢 那其實坦白說了整個月 在柏林那邊 那很有趣 我說了給杜先生的秘書聽我什麼時候回來 我下機那一刻 從機場回到家的電話就響了 就說到期風間想再見我 那我覺得 那時候應該有些希望吧 因為再見我不會叫我去見 然後告訴我不行的 你這些電話通知就可以了 那所以去到現場 我已經見到歐盟導演 和見到Frank導演 他接著就開始講三大炒王的故事 那條骨幹是怎樣的 那時候就開始這樣 所以反過來 其實整件事是很夢幻的 好像發了一場夢那樣的 你想一下回想六年前 他找我有這個機會 去到今天居然拿了最佳導演 和最佳電影 你想一下不是發夢是什麼 我想我給很多人幸運 我相信給我能力高的人 大有其人 而且給我準備好的人 或者給我勤力的人 大有人在 那坦白說真的 有一點點幸運的 杜其鋒在那個時候 在上一開了這樣的戲 而我又在那個時刻出現了 拍了個仙狼潮 拿了獎去看到 那真的很多機遇巧合 很難說 可能反過來 今天坐在那裡接受訪問的 不是我 現在那個人是完全不出奇 因為真的是緣分來的 就是命運來的 所以真的都很感恩 其實 其實說回接這個project 正如你自己所說 你都不是紅父子出身 亦都突然間和一個非常優秀的製作傳聚 就是銀河 還有一些大明星和你合作 當然你作為導演 要做一個很多的準備功夫 還有可能都會有一些所謂叫熬的感覺 怎樣克服和怎樣去準備功夫 作為導演 有些什麼準備功夫 其實坦白說 我自己就沒有很爭 因為反過來 你爭取是令團隊沒有信心 是執行不了指令 所以通常我出來是很有信心的一個人 反過來 無法衝到有 怎樣衝呢 其實不是真的靠衝的 其實是靠準備功夫 因為反過來 只要我對劇本夠透徹 夠理解 我對於我的分鏡是夠清晰 和我傳達的指令是夠清楚 其實整體是恢復的 反過來 我們這樣新 那麼少經驗 在現場執伺的能力 是不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這麼多臨場的經驗 我们没有那么多执行的能力去做 其实这个是源自我对于剧本 我以后非常透切的 对于这个人物是非常了解的 始终我和天书创作这个人物 用了三年半时间去磨 你问我我敢说我是他的虫 就是我的角色的虫 你问我我都会答到的 因为他有什么生活习惯 或者是他怎么想事情 他的思维是怎么样 我是知道的 所以只要演员一埋班 他问我其实这个时候他是做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样的 我是会立刻回答到的 只要这些累積的时候 演员看到我 那么有信心回答到他 他们是会回复的 这个导演就算是新的 但是他是清楚发生什么事 角色是怎么样的 例如分镜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我事前准备非常充足的 我是画了sorry board 我是在现场和摄影师 事前看镜的时候分小镜 那场戏应该怎么cover 演员应该怎么走位 表情什么时候需要一个master shot 有什么时候需要close up 我是清英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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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需要close up 但是都先拍了 或者有时间 或者不需要拍了 这些决定就是只是做这些 所以现场只是信个团队 因为反过来 我就是唯一可以说故事的人 其实所有技术上的东西 无论是地位置 或者是车轨怎么摆 或者是镜头的 其实我和摄影师已经有共识了 所以反过去现场 我们是怎样看电影 我怎样拿着小春的演绎 那一部尺是怎样的 因为小春的角色很难演绎 因为如果过了一条线 就会过了 低了一条线 它就没力 所以我会时时都要拿着那一部尺 去判斥每一场戏 它是否真的做到那个level 是合适的level 所以我的压力是来指导的 所以坦白说我一现场 我完全是没有缺乏信心这个情况出现的 还有我的团队都很疼我 就是我的執行导演进哥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经验 他完全是 就是我和他拍之前 其实每一晚都在天头聊天 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那其实是很熟的了 那他也都对我有信心 我又对他有信心 很多时候很多执行上的东西 或者次序上的东西 其实我是交给他处理的 所以反过来 在信任团队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那一部拍摄是非常非常的顺利 刚才就问了很多关于树大招锋的一些制作的问题 是的 那自从这个金像奖赢了之后 你们树大招锋 就在国内的铺里就是 就是合选了你们得奖的名单 似乎就 国内对你这部电影就不是很友善 怎样看这个现场 其实坦白说 比如说题材上 或者是那样东西 其实我自己坦白说 别人怎么看我 我真的控制不了 而且我们这个 一开始 陆锋监制 都说得很清楚 是香港拍的电影 是香港的电影 就是他当时看完剧本 或者是写到差不多 其实他都知道没有送审的打算 因为他很想保留个创作空间给我们 反过来他跟我们说 你们关于送审的东西 或者审查的制度 其实你们将来有很多机会面对 他觉得在他的创作环境 而且是我们第一部电影 他不想出现 他不允许这个出现 他也不想我们因为送审 而扭曲了我们原本的创作 他想保持我们导演的作者的思想 或者感受 所以他是非常保护我们 所以出来的回响就是 比如说现在金像掌上面 不报道这件事 或者在外面的房间说封杀也好 我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感受 坦白说我们不是太大感觉 因为反过来 我们一开始已经知道 这个电影是给香港观众 坦白说 其实国内 我相信你上网你都会知道 大把人已经看了 很多渠道 你都明白 只要一出电影 都已经大把在渠道上看 我也有时候会看到有些讨论区 在那里讨论这部电影 说回《三个财王》 等等等等 其实很坦白说 我们这部电影 人们有时候会将它政治化了 很坦白说 我们的初冲真的写三个人物 写三个人物 如何面对欲念 如何面对风声 如何走歪路 如何落亡 到最后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部电影是很正面的 你说是不是要很抹黑 你说是不是在大陆上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你自问我自己的部分 其实卓之强是一个罪犯 他上去 这么多罪状 被公安抓了 其实是不是很正面 没有做些什么 那反过来 比如说另一边 小齐那条线 他们有所谓的贪污 或者贪官 其实坦白说 真的是当时 我们的研究 或者当时实有的情况 真的是时代的产物 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已经是九一年前 我们整个电影都是说回归后 甚至说家洞那边是很干净的 他说他们两兄弟的故事 甚至有骑兵 也都是真的 当时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坦白说 我们平良心 只是反映现实 就是当时有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 比如说国内要怎么做 我们真的控制不了 也都真的 比如说 有些人都问我们 是否担心 你问我 我又真的不担心 我这个作品 是按照现实拍出来 我们也没有夸大 也没有说 很没良心去抹黑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自己是 不是太大感觉 坦白说 现在你已经是金像导演 作为一个新导演 树大招风模 是一个非常好的call in card 那未来的project 会是有没有构思的什么project 会不会是 下一个project 会是一个feature film 自己独自去执导呢 今次会是 下一部必然会是 自己去执导一个feature film 其实idea我也有 去年已经开始搜寻 也都跟人和影像 他们在沟通 究竟如果我写好的时候 可不可以produce 其实我得到的回复 是相当正面的 但是你也明白 人和影像 他们需要时间去剪毛 如果我写成这个剧本 交给杜生 其实我相信 他会尽力帮我 找老板去produce出来的 我记得上个星期 在《红地尖》里面 著名的香港导演黄晶 他接受访问 就看到很多新导演 他就说 希望新导演 可以来拍商业片 娱乐片 但是有些影评人 就会说到 有时候很慨叹 就是说 一些新导演 很无奈 就成为了一些商业的娱乐片 如果一两部 如果票房不行的 就game over 或者留在这个市场 就可能会 续称变成烂片的导演 其实你担不担心 会有一个 要怎样取写 这个 究竟我们 或者我都会想 你说一下 本土导演 这四个字 你会不会 标签自己本土导演 还是成为一个 中港下巴片 在娱乐 在商业上很成功的导演 你怎么看呢 坦白说 我又不会太多类谱的 你说本土导演 相不相业 我觉得电影导演 就是电影导演 那 反过来 这个岗位 对我来说 就是讲故事的人 比如说 有个人说烂片 或者怎么样 你拍得烂就烂 那本质未必是烂的 但反过来 你接的那天 你都知道 它会是烂片的 或者是很娱乐的片 但是很老实说 真的要讲经验 譬如说 你给我一个烂片 很大 很大价值的商业 去拍 我自己能力 能不能应付到呢 就算烂片 都容易拍的 其实 很坦白说 每一个 执道的机会 都是我们学习的 我们新导演 其实很需要去 因为我们常常常 粗俗地说 是磨刀 反过来 你说拍了两部 蓝片 我相信 其实我们这一代 很小心 很谨慎 去选择下一个project 因为反过来 我们现在的压力 是来自什么呢 譬如说 尤其是招风 尤其是在影权人方面 其实他们认同这件事 但是坦白说 杜其锋监制 都劝戒我们 一波可以 不代表你下波可以 你下波 其实他自己 劝面我们的时候 就是说 这部作品过去了 你接下来第二、第三部 才可以奠定到 你在江湖是什么 你的地位是怎么样 就是看你下一部 和再下一部 所以我们一定要 小心选择 反过来 我们维生 究竟要靠什么去找食 是需要的 你说是不是很无奈呢 反过来 我觉得作为导演 应该有自己的执行 你接个project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什么本质 或者你知道 要把它拍成什么 或者你可不可以 把它扭转成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们自己的 一把尺 如何去拿捏这件事 所以你问我 我心目中当然想 下一部 都是很忠于自己 或者是 在商业上 或者在艺术上 很成功的作品 但我相信 不是太容易的 坦白说 现在的头部 开得好 但是其实 之后的路 更加难走 是要靠我们自己的 其实你怎么看港产片的未来呢 我记得以前80年代 我们最流行看的就是 《动作喜剧》 接着90年代 就有 或者《自由的英雄》片 或者 《银河》的兴起 现在香港 似乎我们 由很光辉的 一年三百部 港产片到现在 去年的 所谓的六十八部 港产片 你觉得香港的 港产片的未来 会是怎样呢 我觉得 刚刚看过往这一年 其实产量 都算是十五年来最高 那我们也有二十八位 新导演出现 其实真的 譬如说过往几次 就是导演会的春令 或者是 有些电影会的聚会 或者是金指金像奖 其实你会 感觉到 真是一个浪潮出现了 而那个浪潮是 究竟可不可以继续呢 其实是好看我们 这些新导演 是怎么继续下去的 你说港产片的未来会怎样呢 其实有一个趋势出现 就是 其实开始的题材 是会多样化 而且这些题材 在以往里面 是不成功的 在商业上 譬如说 《一念无明》 其实它 题材这么小 或者是 那件事由少放大 去讲情绪病 或者是运事 我去讲 老人痴癌症 或者这样 其实你会留意 这个趋势就是 那个题材 开始慢慢继续下去 而不值 可能由香港电影 或者是 有些刀仔鞋 带住的感觉 但是题材小 预算是小 但是呢 質素是高的 但是 你留意一下 这个星期的票房 这些电影是有人入场去欣赏 是支持到那个 就是观众层是支持的 所以未来究竟 是不是一无疯 要拍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动作 其实会是 有些百花齐放的感觉 例如当时 我们以前 《空虎片》很成功 或者《警匪》很成功 就会一无疯 去拍下 或者喜剧很成功 但现在反过来 可能我相信 每一个导演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想象的 就是会有不同的题材出现的 我相信未来港产片呢 会是 百花齐放的 有不同的题材出现 给观众去选择 那其实都坦白说 就是都要 香港观众去支持 就是以前的人说 喂 不入场看港产片的 港产片不行的 我相信 过了这一两年呢 可能我相信 我们这班人想做到的就是 那个观众开始觉得 港产片 开始 开始抬头了 或者 反过来 不要常常怀念过去 三百多部很风光 或者时候 不要回头看 反过来我们 如何拍一些有质素的电影 可以吸引到观众 进去戏院看 去支持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 或者目标 而且我们坦白说 我们和二十多位新导演 我们有一部大部分都懂的 那我们也都会去团结 做这件事 拍好自己的作品 就是你想象一下 不要说二十八个 未来有新作品 如果未来两三年 每人两至三年 有一部新作品 产量都不小了 所以我们刚刚填补了 那个空间 可能有些 导演 已经不想去拍片 或者是两边都兼顾 的时候 我们其实刚刚有一个空间 出现 拍一些比较小品 或者一些小半的电影 可以吗 我记得你上个星期得奖的时候 你的致謝词 就谈及过你刚刚有位 刚刚你的儿子刚刚出生 首先恭喜你 多谢 多谢 我想其实作为一个filmmaker 你有家庭生活 你有家庭生活 也都 你有創作 其实是怎样取写 就是说 会不会 创作比重很多家庭 会兼顾不利 或者家庭 几个时间比重了 会影响了你的 创作的事业 你怎样去取写 或者怎样去看这两个平衡呢 其实坦白说 譬如家庭和创作如何平衡呢 其实那件事有少少是 煮到来就吃 我又没有想过 怎样分配时间 老实说 我第一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我刚刚就是拍着奶昭峰 其实都是非常忙的 但反过来 那时候也需要兼顾家 所以反过来可能涉时间 反过来他睡了觉 或者他不需要我的时候 或者找外母帮到手的时候 我就回去创作 所以那个时间 反过来 我的心其实两边都在 但幸好我太太给我很大支持 因为我太太也是一位导演 所以其实他会很明白 导演是什么工作 我需要投放多少心力下去 所以其实他是很体谅的 反过来我自己 也很想多些时间陪小朋友 也不能只顾着工作 因为他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也是支持我创作的原动力 所以只要在经济上 不是太大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是挺任性的 我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创作那里 但反过来我跟我太太说 我陪到我尽陪了 我一定会放这个 老实说我不敢说 放家庭在第一位 因为这个在电影工作 里面是非常难做到的 因为电影其实投放的 资源度时间太多了 但在心理上我尽量都会做到 所以反过来我们拍完《雪大超风》之后 其实我有很多时间陪小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后期的工作需要等 或者交了个卡 没有feedback 我其实有很多时间去做一些 可以稳定的工作 或者陪小朋友 所以其实我相信 我是比一般全职的朋友 已经多时间陪小朋友 我也知道原来你以前和伦敦很有渊源 因为你是在《伦敦 Film Academy》读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当年在《伦敦 Film Academy》读书的岁月 很开心啊 在伦敦读书 因为反过来 是我人生里面最回味的一段时间 第一个人学会独立 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究竟衣食之人都要自己处理 没有家人的照顾 所以这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独立起来 另外就是真的 讀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开心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尤其是电影工作 因为反过来 我很想成为filmmaker 所以我每天上学 都是学着怎么做filmmaker的时候 其实是很享受的 就是无论每一天和同学的互动 因为其实我们 我经常讲笑 我们整班好像国际难民营那样 每一个同学都不同国籍的 我们沟通上已经有困难了 但是这班人居然要合拍一部戏 或者拍一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趣的 我在每人身上都学了不同的东西 例如在日本同学身上 他们的创意 或者他们的严谨 很有趣 或者欧洲的同学 他们的自由 他们的奔放 其实每一个都有一些 我在他们身上都学习 而且我们在英国学电影的时候 是在学整个制度 就是拍片的程序是怎样的 或者是和香港很不同的 权力是怎样分布 或者分工是怎样合作 其实是很有趣的 而且我们的老师都真的很资深 他们真的是当时 在荷里活 或者在英国拍片拍得很成功的 拍片 例如我的摄影指导的老师 其实他是当年 Stanley Kubrick的 Stanley Camer Operator 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他是当年有份发明的 Stanley Camer 所以你面对着这班老师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我在工业里面 是拿着一些东西 去学习一些东西 所以是很开心的 反过来很多很回味的地方就是 我为什么会奠定自己去做导演呢 都是因为上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其实有个workshop 就要pitching的 就要爭做导演 因为当时你明白了 就是整班20个同学 只是有几个作品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去做导演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 良性竞争 我们拿着剧本 怎样去pitching 怎样令监制和校长 相信我们让我拍这个作品呢 所以我做了很多准备功夫 做了一些anematic 告诉他我怎样处理这个故事 怎样处理 到最后真的让我得到这个导演的岗位 那去到拍那三天 只是短短三天的导演的生涯 我发觉我真是人生里面 最开心做过的事情 因为你会发觉 那种感觉 跟演员沟通 跟Caman去沟通 那个分镜 或者是storytelling 或者是怎样呢 其实你会发觉 那样东西很满足 我做了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这东西未必最适合我做的 但是是我最满足的工作 所以我就奠定了 我一定以后要做这东西 所以无论大学也好 我也是要做这东西 所以在那里也学了很多东西 可能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很大的星战迷 就是我是一个Star Wars fan 那当时在英国读书 也有很多机会去做Star Wars 因为当时 Charles Lucas在主持的首映 我有机会见过他 也都参与了很多Star Wars的活动 那所以在 因为这一月的缘故 我也都跟Star Wars 在电影世界里面有很多互动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难忘 到今天我还是很想 很回味的那种感觉 好了 这个访问都已经是非常之详尽了 也都很多谢王导演你的分享 或者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也希望看到你最新的作品 也希望再度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了 再次恭喜你 成为了我们新一届的金像导演 多谢 多谢 好了 希望我们这个节目 也会多些机会访问一下 其他的电影人 好了 谢谢王导演 好了 多谢